普法威光主要神 方便令佛 方便令念佛 灭下众生病 这个主要神是什么药呢 令他念佛的药 现在念佛 这个药一给他吃了 他就把一切的那些个 烦恼病啊 贪嗔痴的病啊 就谢他了 世间的医生疗字的时候 是他的世间病 除世间的业 他消不了的 如果他先念佛 因病而念佛 当他病苦很重的时候 你跟他说念佛 念佛呀 能是你病减轻 能是痛苦减轻 得病烂头医嘛 在痛苦当中啊 只要医生说什么 他信 这个时候他信 他一念呢 效果很好 病好了 病好了 不念了 再有病了 他会再会念 要病好了也念 你跟他说了 病好了你别忘了 再造成念 念完了之后 不害病了 不更好吗 这个时候 就是佛本身呢 大家知道 学佛的人都知道 佛有无边相 无边好 说三十二相啊 八十种好 不一定的了 多得多 还能放无量光 还能放无边光 光就能奢受一些众生 咱们是阿弥陀佛 咱们是翻到咱们 华言就是 无边光 无智光 无量光 无量寿 翻译很多 都是无量 无量 普遍的意思 当你念佛 你心里想着佛 佛的功德 在你念的时候 念佛 佛的功德 你就有了 但是你念念的不离心 念念重心起 叫三昧 大家不要都得三昧吗 就叫念佛三昧 念佛三昧不是口念的 是心念的 心念的 那令人众生 神病都消了 生灭的病 神不断把病消了 不死都消了 分断生死 便于生死 二十荣亡 所以 这个方便 什么方便呢 念佛的方便 把一些重生病 从根上就给它取消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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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